昨天晚上我们快三点才到的家 早上我们起床了 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了 昨天晚上没来这里去看 就是我们家这个雪 已经其实已经下了好几天了 但是外面的雪一点都没化掉 昨天外面的温度到底是有多低 零下四三四度 到处都结冰了 你看 到处都结冰了 结冰了是吧 嗯 结冰是意料之中的 哇 就这一大块 我去 好像一个盆了有没有 嗯 对 可以拿来装水果吃了 直接削点肉片放在里 水果盘 冰镇烤 冰镇肉 他们不给你玩 好冰不行不行 太冰了 家里水都已经停掉了 不是因为水管冻住了 是因为应该是停水了 我觉得应该是水场那边冻住了 爷爷回来了 爷爷从来你也回来了 在家里休养一下身体 别让大白兴奋 起来已经是中午了 先吃个早中饭了 早饭都没吃 小太阳 烤烤小太阳 没坐这边 因为我妈他们都吃过了 就剩我们两人了 不用天天那么烤 坐在这边就感受到这个小太阳就好了 我感觉我手有点长冻疮的样子 肿了 肿了 肿的更不能吹 越吹越肿 肉胀冷缩 肉胀冷缩 对 早上我爸到镇上给我买凉面 最爱 我刚给他就热了一下 哇 每次回来你都要吃这个 嗯 那还是想先喝点粥行 喝完粥然后吃米饭好吧 他们都已经吃完了 就我们两个人 吃完以后我们到外面看一看 把车子领一下 给大白 大白的我的呢 大白你给你吃过了 你吃过了 你不吃了狗粮吗 这不是有内茶吗 有那个地瓜 晾一下给大白 这个大两天就是吃了这种热腾腾的饭菜 对吧 穿着厚厚的棉衣 这种感觉 真的 有没有那种过渡的感觉 热腾腾腾的 对 以前我们在家里还没有感受到这样子 嗯 挺好的挺好的 大白这个狗粥在这里 先吃饱 吃饱的话 我们待会儿去把那个车上收拾一下 好 用炒菜 这边的那个豆腐跟白菜特别好吃 这白菜特别甜 都会好吗 嗯 它就是放在那个 放在外面就是冻过来的 冻过的话 那个白菜感觉就是特别的甜 对 就跟很多东西 呃 类似于那种冰的西瓜吧 嗯 西瓜可能不那么甜 对吧 但是冰一下以后发现 哎 就甜多了 就这种感觉 嗯 给大白穿个鞋子吧 外面那些冰的化了 到处都是水啊 穿个鞋子再带他去走一走 这边化血了哈 哦 我感觉这条河啊 可以下去踩一踩了 我 别踩啊 啊 兄弟我跟你讲 是不是啊 就结冰了 结冰了 感觉都可以走路了 不行不行 哈哈 这就在小时候 它才可以走路 现在没那么冷了 这么大的石头 看它会不会化掉 你猜会不会 我觉得应该不会哦 如果说这个石头 砸不坏这个冰的话 就可以下去了 是吧 给我一下看看 你看是不是砸不破 可以下去走了 不行不行 不行 哈哈 做的砸不烂 是人的力量 你看冰冰上都可以看得到的 哎呦 不过这里面的冰的确是很厚了 对 大白应该可以下去走 我觉得大白应该可以 大白要不要去走一走 你看大白下去 不要吧 我怕等一下有一些薄的 地方掉下去了 就不好了 看阿白 他抱起来了 看阿白这鞋子 哎呦 这鞋子还挺好的 他不会下去的 那里是水 水 要结冰了 他看不出来了 他结冰了 结冰了 他看不出来是水了 好大一块 可以堆血人 我们堆个血人 这里的血还挺厚的 大白别踩下去 脚都踏进去了 大白 别走过去 你看这个血 哎呀 干嘛呀他 他好开心 好开心 他想在雪地里奔跑 他好开心 小剑都是你吧 好啊 这天 他好开心 他想奔跑 他进了草地 他在想跑 嗯 别踩丝了 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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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对个雪人 对个雪人 这里真的可以对雪人了 你看啊 这个雪啊 下的已经有好多天了 但是几天的时间都没有化掉 对 化不了了 挺好玩的 可以堆血的 你看个十几度 知道吧 嗯 你堆了个什么呀 这个雪 它不够厚 知道吧 这什么 哎 这么好看啊 嗯 可以啊 原润是吧 好原润的 哦呦 好冷 哦呦 好漂亮啊 给我吧 哇 好漂亮啊 大白 有个爱心 大白 好冰 好冰 大白 在干嘛 不啊 不冰 不冰 拿回去放着 好 来 回去了 回去了 大白你干嘛呀 大白过来 过来 收拾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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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 大白在那边啃骨头啊 哎呦 我在那边看 沙发 他是说要换的是吧 啊 这沙发是要换的 那就不理他了 到时拿去换 嗯 过两天的话 我们 去南京的话 就可以 他说可以花一天的时间 把那个 沙发换成新的 全新的那种 那我们就把 床垫 床垫拿来晒一晒 床垫可以晒一晒 刚才爷爷 你知道怎么评价这辆车的吗 他说这辆车 没有我们以前让这辆车好看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对吧 外观看起来可能有点笨重 对 外观看起来笨重 嗯 我以前那个小巧的 把他窗户也打开来透透气 好 因为这个车啊 他还是 近点阳光 给他通通风 因为他也是长时间没有用 对吧 嗯 通通风 大是罢了 要说好看 真的 可能是真的没有 我们以前那辆好看 但是我发现了 就是这样四行车 他的保温效果 其实要 的确是比壁形的要好的 不要太多 我上来的时候 我发现 比我房间里还要暖和 他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可能好一点 对 外面有狗 外面有狗 大半拉的 刚好这里还有个酸狗的 我觉得挺好的 哎呦 我都咬出血了 不要咬骨头了 不要咬骨头了 你看 都咬出血了 都咬出血了 不要咬了 看下放哪里晒一晒 我感觉拿两个凳子出来 会比较好 把这个床垫放这边 给它晒一晒 那边的注册的老板也跟我讲了 他说这个垫子 他们做完以后 每次都是洗的 本来我是想着把它洗一下的 但是现在 这个水都停掉了 都没有来 所以晒一下 我觉得也行 到时候再套个床单 背套啥的 应该也还可以 先在这边晒着吧 出太阳还是比较暖和的 不出太阳真的是好冷好冷 曼玉在车里面打扫打扫 大白呢 就在这边看着 我觉得这个美式的门还是挺不错的 可以外面可以打开来 里面还可以一个纱窗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大白把狗头还可以露出来 咋了 开门了 不挺好的吗 这样他也出不来 我觉得这种门是比较好一点的 比欧式的门要使用一点 我也喜欢这个门 四盒大白有没有 嗯 素料没那么好看 我感觉它掉下来一样 喷一喷 消消毒 大白在这边好好的看门 我把外面弄一下 这个床垫还是放在这边晒一下 这边晾一层晒的话可能更好一点 拿这个酒精给它上面喷一喷 给它杀杀毒 这个垫子应该就是放的时间长一点 其他倒是没有什么 给它喷一喷再晒一晒就行了 还有这上面的额头床的柜子 额头床我们应该不会住 到车就放放东西 这些柜子什么的 都给它喷一喷 甲醛应该都没有了 因为这车呢 已经对吧 已经有个两年的时间了 车里的甲醛肯定都释放完了 不知道 有可能是上一个车友离开来的东西 对不对 东西少也好 东西少的话 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没有那么多了 这晚上这些东西就那啥呢 就不关了 让它在这边好好的给它散个一个晚上吧 明天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东西啊 把这些行李再整理一下 因为今天这个到处还是水水汪汪的 坏了 让它们 让它是水液 因为《不少》 对 它是水水 对 叫声 走 对 感谢观看